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音译的地名 原意是天赐的热泉 这座城市有一半的土地是休眠的火山群 江河湖泊都与火山遗迹融为一体 火山艳色湖是最鲜明的写照 喷发的熔岩流淌至哈拉哈河后冷凝 江河段围堵或截流 形成湖泊 这些湖盆保持了岩浆流动性起伏的形态 因而流水容易慢溢 湖面形态万千 在储水充足的湖中央 熔岩台地上也长出了树林 攀上被松林覆盖的火山锥 这是海拔位列全国第三的火山口湖 阿尔山天池 千万年后 喷发的火山口演变成悬在空中的湖盆 散落的碎屑凝结成浮沿 富含营养的火山灰 孕育了环绕的松林 火山结构阻挡了外界水源 因而天池只需有降水、地下水与溶雪 水清可见 这里的水草生长茂密 说明它们所受的光照充足 是潜水湖泊的特性 形如脚板的驼峰岭天池 湖面比阿尔山天池更大 折射出更多的彩光 为山鸾镀金 马尔湖世界罕见 阿尔山地池便是其中之一 它们的湖面都略低于岸边地表 乍看与洼地相似 实则火山口藏在水底 由喷发前的岩浆与浅层地下水共同引发水热 爆炸而成 通过抖立的玄武岩 与岸上各处的熔岩块 便能知晓熔岩浴水的威力 自然造化 让水火在这一方天地得以相容 黄叶与碧湖的搭配 令阿尔山的奇景更引人瞩目 中文字幕提供 帐篷 你慢点走 一路走好 为什么要站在这呢 因为松太大了 哎呦 看不见 好嘲弱 了